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林的燕 下录影时间是礼拜五早上的9点51分 家群指数涨8点 预估量590而已 哇,这个量好少 应该是假期效应的关系 因为即将要放4天的长假 所以投资人在马进股票医院 就没有来得那么强烈 所以连挂单的动作都少了很多 预估量只有500多亿而已 好,重点是昨天晚上美国股市 真的很疯狂啊 真的很疯狂 你看昨天美国道琼 原本开低,慢慢盘跌慢慢盘跌 那突然间在下半场跌到611点 可是马上又急涨 收盘大涨260点 从跌611变成大涨260 一来一回又是870点 如果870点 最近美国股市疯狂了 你看经常可以看到600到1000点的行情 当天的高低政府600这1千点 司空见惯了 已经变成常态了 你知道道琼 你知道道琼他是取样全美国前30大的公司 所以道琼是美国最好的30家公司 所以当你看到道琼的时候 你就看到美国最好的一面 懂得什么 那美国最好的30家公司 他一定是获利最稳的嘛 尤其他的稳定性最高嘛 所以我们长期在看道琼 你会发现到道琼其实都很稳定 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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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不会有那种大激荡大波动 反而是NASDAQ跟费城半导体 因为里面有一些小公司 加上获利也不是说很平均 所以NASDAQ跟费城半导体 他的波动就会比较剧烈 那道琼长期来说应该都是稳的 我们看以前就知道 你看以前道琼是这样慢慢涨慢慢跌 都是慢慢的 除非有大消息 否则道琼都是很平稳的 都是很平稳的慢慢在动 这是道琼的特色 美国前30家的公司 前30大公司 曾几何时道琼也变投机股 那种走势每天都600到1000点来回这边震 所以可见道琼都被川普搞到 道琼都也疯狂了 道琼也疯狂了 那整个美国股市也被川普搞到都疯狂了 美国全部都疯狂起来了 川普真的是很厉害 一个人把整个国家把整个股市搞成那个样子 那你看昨天原本大涨礼拜三的时候大涨1000点 这个已经反涨确定了对不对 昨天大跌600点让大家又吓了一跳 他竟然有办法再拉上来再收高再大涨 可见得连刷这两天咬起来 这底部已经毋庸置疑了 这个底部已经毋庸置疑了 那道琼出现这样的状况之后 对台北股市多头的方向也是一个肯定的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也是一样要封关在即 所以变化都不倒 日本走势跟美国最像 你看日本也是连续两天 这从大跌变大涨 昨天大涨了800点 连刷两天扭起来 又是1400点1500点 那反而其他国家就没有那么疯狂 就比较稳 台北股市的部分 我在礼拜二的时候就跟大家谈过 礼拜二我就事先跟大家预告过了 记不记得 当时我就跟大家预告了 两日内会出现反转 因为整个double时间 两日内会出现反转 道琼也是一样 我说两天最后两到三天时间 最后两到三天时间就要反转了 你看我讲完之后 道琼果然反转了 我讲完之后 道琼果然反转了 台股果然也是两天之内就出现反转了 这行情不用再多说 上 就是上一条路 就去一条路了 哪间可能碍于 即将四天的长假封关 大家投入意愿不高 可是 不排除尾盘还是有极拉的可能 为什么 因为外资在台子期的部分 净多单重压 礼拜三大买四千口 昨天大买了快七千口 所以外资净多单已经来到四万六千几口 大概四万七千口 四万六千几口是三个月来 最多单部位 所以外资不会让盘下来 这一点你放心 外资不会让盘下来 所以今天早盘可能没什么量 那可能尾盘 外资有机会再拉高一阶 再拉高一阶 外资用台子期再做多 这是很明确的 那今天盘式我们可以看到 大多数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等下今天大部分都是平盘上下 大部分都是平盘上下 波动都不大 都在一趴涨跌的内容 都在一趴涨跌的内容 水晶行行 坦白说个股的部分 你硬要切入可能也会蛮辛苦的 因为都是平盘上下的一个个股走势 因为没量都不够 这是一个最现实的 被动元件也是一样 被动元件 一样的情况 几乎都是没什么大变动 对平盘上下 那昨天最强势的环球金 昨天最强势的环球金 目前也是跌了一趴 你看昨天能够涨停板的指标股 如果大盘是一个强势的攻击行情 指标股都要涨停了 今天要干什么 再进一阶 再进一阶 开盘又要 所以环球金今天开盘之后 马上平静下来 也代表今天这个盘 那种冲动是没有的 宏大电今天大跌 因为传出它开始从大陆市场要撤退了 那你放弃了大陆市场 那就很可惜了 对 昨天太阳能传出 要开始转为有机会获利 可是也是一天而已 今天又大跌下来了 所以一个产业要改变 没那么简单 今天反而是离岸风电 稍微强了一点 离岸风电四季刚上尾头 一点点而已 不强 因为大半不够量的时 不可能有可能太强烈 所以今天行情里面 但你也不要因为说今天行情 波动不大没有量 那你就疏忽了 我觉得如果个股有好的机会点 还是要积极布局 我们的左眼 我们要赚的 都不是眼前今天的钱 我们要赚的是一个未来的波 未来的布局 未来的利润 全力布局1月份的红包行情 所以有好的机会点 一样可以接 买点有来一样可以接 那如果买点没有来锁定注意 买点没有来锁定注意 你看微星 好 微星今天也是 这也是平盘 昨天外资大买微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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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六千几张 三大把人都买 这个大点已经快完成了 所以这个如果今天有蹲下来的话 今天有苦卵来说 我觉得有下来还是可以买 不要被大盘给影响到 有来都是好机会 我们现在布局的都是圆月的奇长股 六四八八环球经也是 所以如果有蹲下来 有来好的买点 要加碼要求也是都可以 这里要买就要布局什么 布局圆月要起涨的 我跟大家讲过 圆月要起涨的股票 等下可乘 可乘每年很清楚都是从1月开始涨 每年都是从1月开始涨的可乘 每年都是一样 每年1月开始都是起涨的时候 所以目前在做最后的主题 今年获利创下令年新高 有三百块的机会 这家公司也是 每年都从1月份营收开始上来 股价也都是从1月份开始涨 股价都是从1月开始涨 1月开始起 我现在的布局全部都是 1月要开始涨的股票 这也是 每年营收开始从11、12、1月 1月营收会大爆充 所以股价都是1月份开始起涨的 要买就要买这种股票 我们现在布局这一档 每年11月、12月、1月 营收会大爆充的 获利今年大概至少16块17块 去年才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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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 今年获利创下历史新高 我们在布局这些股票 圆月抢标股 圆月抢标股 抢到了 过年就有个大红包 就开开信心了 换加入我们行列 我们的副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期见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